本片为直播教学转图文版 详细说明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大家好 看到这个小惊人就知道今天5月10号 这里是埃及投资客日记的频道 今天讲信用卡的用处 首先先讲信用卡太多不会影响连车分数 信用卡办越多越好 因为每一家银行的信用卡额度 共用该行所有卡别独立的 所以你要办不同家 假设A银行给你的额度是10万 那么你不管在A银行办多少张信用卡 总额度都是10万 那刷卡会不会影响连车分数 如果你刷满的时候会扣分 比如说额度10万你刷3万是安全的 刷5万会扣分刷到9万会严重扣分 所以这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在B银行再办信用卡 在C银行再办信用卡拉长好几年分批申办 你最好把你市面上有信用卡的银行办完 尤其是趁你还有正当的行业 什么叫正当的行业 比如说军工教 你还在领薪水的时候 办信用卡特别好办 如果你像我们一样 已经在做资本利得 跟现金流的时候 或者是公司的时候就比较困难 有些银行你这辈子是办不出来的 尤其是那些不缺业绩的银行 听得懂意思吗 这个要怎么做呢 其实呢 很简单 很简单 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A银行十万 B银行可能也给你十万 CF 银行也是给你十万 一直十万十万 当然有些会给你比较高 可能十五万 可能二十万 那这就会衍生出一个叫做 终身额度的好处 信用卡的信用额度是没有期限的 只要你的信用不坏掉 持久使用预计现金分期等 他们每年会自动查你的联征 深判你出问题 会自动查 你的联征叫做原业务查询 不影响你的联征信用 不影响 所以你就办多一点卡的时候 假设合起来总额度有六百万 那不影响你 如果要不影响你的联征分数 要刷多少呢 那你就刷三分之一 也就是约两百万 这两百万就是你永久的周转金 如果你控制的好的话 如果你控制的好的话 你就会有一笔周转金在那边跑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刚好在结账日刷 那这一笔 他没结到账 那就是四十五天后再付款 或者另外一种奖法下个月再付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结账日千万不能统一 最好从一号排到三十一号 然后卡最好分配越多越好 从004-005-006银行贷号 这样一直排下去 当然你会说那么多卡 我会过度消费 那我只能送你一句话 如果你连自己的行为都控制不好 你是没有未来的 当然你如果嫌麻烦卡多 你可以统一日期 但是你如果是拿来周转的 你就不能统一日期 这样的话你就会有一笔周转金 这笔开到了 另外一笔刷出来还它 这样了解了吗 这就变成一个无限循环的 多一笔资金的周转 那这一笔资金控制好 200万的时候不就有自备款了吗 自备款买房这样你有了解了吗 你又问刷了这么多商品怎么嗨 那这个钱要怎么还 你就把你刷卡买的东西卖掉 45天之内卖掉 你多块卖掉你的钱就多块回来 就这么简单不能再讲下去了 动摇果本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信用卡有几个功用 第一个叫做套点数赚回亏金 大家都会 什么叫套点数呢 就是赚回亏金 这个不解释 第二个周转 比如说你开公司行好的 你就可以周转出一笔钱 第三个 如果你的房贷增贷之后 资金用途没地方去 你就可以把它怎么样 房贷增贷之后 直接转达到你签的信用卡里面 资金用途就会变成 你借房贷数为了去还信用卡债 是可以的吗 答案是可以的 第四个更邪恶的信用卡的功能 叫做免税 请问一下 你的信用卡回亏金有在缴税吗 答案是没有 这是一个免税的收入 所以第一个套点数套利 第二个周转 第三个房贷资金用途的去处 第四种可以免税 这样你会用信用卡了吗 所以你是不断地增加你的债务 上限啊 就是全世界的政府都这样玩的游戏 所以你也这样玩会不会有事 不会有事 会出事的就是你真的拿去消费 我们是拿来买房筹资备款 使用信用卡筹出来的 这样你会了吗 所以平常你就要有办信用卡的习惯 比如说买了这间房子 他一定会推信用卡 当然就是给他办下去 为什么 因为连征都已经拉到爆了 买个房子至少拉三次 买之前拉 买中间拉 买了拨款后再拉 拨款后一段时间继续拉 钱粹再拉一个信用卡没有差 短期之内 比如说两个礼拜之内 就已经拉了四次五次 那信用卡会不会核准 通常你可以买房子信用卡 就会核准给你很少不核准的 比较很低 如果你是比例低的人才跟我没关系 那是信用卡公司觉得你不会刷卡 所以他们又没有发生的事判断你的未来 就是这个样子 今天就播到这 希望这个神之卡用途说明对你有帮助 赶快去办信用卡 如果你平常没有在买房子 可以办信用卡 办信用卡 办信用卡 分批分时间申办 因为短期之内办超过三张 第四张是不会让你过地 这个神之卡你就可以拿来 嗯 叫做什么 你就可以召唤欧西里斯的天空龙 青眼白龙也是可以 这样游戏王看太多 这个游戏你会玩了吗 游戏 欧西里斯的天空龙哦 报告完毕 好拜拜